美国的种族问题有简啊 咱们通常一说起美国啊 就是这个关于啊 美国这个对各种人的这个种族歧视 对不对 有亚裔的 有黑人的 有拉丁裔的 对吧 还有白人之间的这些互相歧视啊 什么地狱歧视啊 这些都上来了 但是种族问题啊 其实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头号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啊 在美国最正正确的话题 就是种族歧视 你绝不能搞种族歧视 一旦搞了种族歧视 在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的这个社会是要命的啊 你这个人可能就瞬间受威性死亡了 一个企业一旦搞这个种族歧视啊 可能瞬间他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美国啊 现在你遇到什么事 大家一般喊的口号就是种族歧视 但是你说美国这个社会种族问题 它有解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 然后今天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我作为一个从没有种族问题的这个国家来 到一个有种族问题的国家来 其实是感觉是非常的变化的明显的啊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 你是感觉不太到这样的问题的 就是你就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你知道吧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呢 你就瞬间这种问题就变得特别尖锐 因为你走在街上 尤其是我去的美国的第一个城市 我在纽约住了十多年啊 你在纽约的街上就感觉这种 就感觉特别明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瞬间就能看到有无数的这个白人啊 黑人啊 拉丁人啊 而且人种都还不一样 你比如说白人他分成德裔的 他分成英裔的 对吧 他分成这个法裔的 他分成意大利裔的 什么俄罗斯裔的 是吧 波兰裔的 爱尔兰裔的 你还分成这个黑人的 你还分成从非洲来的 从加勒比地区来的 对不对 那还有中东来的人呢 对不对 那亚裔的你还分成中日韩 你还分成印度呢 你分成一大堆呢 所以说你在跟这么多民族 打交道的过程中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 他这个社会的 不顿之尖锐啊 尤其是我跟大家说一个 最典型的例子 你在纽约坐公交车 我那个时代啊 我有一次专门数过 一辆公交车上的人操的口音 跟这个车上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人种 大概有十几二十种 就一次公交车 就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那你想他的种族问题 必然是很严重啊 因为美国我们知道 他有一个立国之本 那么就是移民 对吧 但是呢 移民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现成的 你用这块土地啊 来吸引更多的外来的人 因为白人 他本来也是外来的嘛 这块土地本来是 人家印第安人的嘛 说就是我能瞬间的 招收来大量的 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一流的人才啊 我能靠这种 发绿卡的方式 我能靠这种 技术移民的方式 能获得大量的 优质的可靠的人才 然后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的种族问题 没有办法弥合 大家来过美国啊 就是会发现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各个民族 他住的区 都是不一样的 美国很少有说 一个区啊 住着各种各样种族的人 但其实美国的各个的区 都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总体来说 还是各人种 住在各人种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区啊 拉丁裔的比较多 那就是拉丁裔相对来说多 这个区华人比较多 那就是华人比较多 那这个区黑人比较多 那几乎全是黑人 这个区白人比较多 几乎全是白人 但也有很多呢 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学区好的区 那当然不分种族了 对吧 白人黑人亚裔啊 这些都有了 但是呢 那只是相对好的学区 但是在基层大量的学区 是黑白分明的 而且大家看看美国 由于它这个 很多地方很信奉宗教啊 你们到周日的这个星期天 你去教堂看看 那华人只去华人教会 白人只去白人教会 黑人只去黑人教会 拉丁人只去拉丁教会 那绝对是 这个种族非常分明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在美国待着 你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万一有一天 它这国家维持不下去了 万一有一天 这个美国的白左越搞越甚 各民族都出现了 独立性 各民族都出现了 这种排他性 怎么办 因为美国它这个地方 每一个选区 它都是独立的呀 它可以用选票说话 对不对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你怎么办 它种族问题是一个 它的一个双人界 为它带来了 巨大的好处的同时 也为它产生了 一个巨大的好要头 你比如说 时代在发展 新进来的移民 看到老的生活在这边人 有车有房 那凭啥我进来 给你刷盘子 对不对 穷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刷盘子 80年代大家都穷 那现在老子进来了 我老子在国内过惯了好的生活 我到这不是来刷盘子 我到这是来占便宜的 对不对 你看现在咱们华人大量的 有很多就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 现在华人很多来的 他不奋斗 他想的就是占便宜 对吧 这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白人 黑人 大量的来美国 现在都冲着这个来的 就没有人是来奋斗的 那就造成了这个阶级矛盾 跟种族矛盾 同样的严重 你再加上这个阶级 你想本来就很严重 你再用这个种族 你把它往里一融合 你想想这个火药桶 那有多大 这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每隔几年 就会发生一次零原购 其实我们中国 从2021年弗洛伊德的 那个事开始 我们才开始关注 美国的种族问题 但实际上 2021年 我印象特别清楚 弗洛伊德那个事 发生的时候 我有一个 以前的同学群 都是我们在美国 当然里面都是 就是中国人 都是一代半移民 跟我似的 十几岁或者几岁来美国的 然后我们里面就在说 其实两个国家的文化 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你如果跟国内的人讲 我们觉得弗洛伊德这种事 是比较正常的 对吧 美国几年就要发生一次零原购 美国几年就要暴动一次 而且每次都闹得特别大 可能国内人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美国会发生暴动呢 对吧 你安静的过生活不行吗 不是 美国每过几年 它就会发生一次 类似于这样的种族事件 包括当年的洛杉矶 种族烧乱也一样 其实这归根结底 都是这种族引起的祸 所以我感觉美国如果有朝一日 它很可能出现一个内部的大麻烦 就是这种族问题 你毕竟谁一辈子想当人下人的 而且你要知道美国这一片领土 它是有原罪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把人家印尼安人给涂了 然后你在这儿扎下根了 然后白人统治了美国 但是你要知道 白人虽然说它统治了黑人最开始 但黑人跟白人 它是一块来的美国 所以说现在黑人有权力以后 黑人也不觉得自己是外人 再加上美国 它又在宣扬这一套价值观 你说如果有朝一日啊 这些民族的这个民族性就越来越强 因为外来移民越来越多嘛 那你说到最后 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大融合怎么办 最后他们就真的变成了这个 各管各的事 那因为美国现在它基层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我之前上一期 我说的管理混乱啊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现在你看在佛里达州 这种拉丁人多的地方 那几乎大家都用拉丁语 就没什么人 不是拉丁语 不好意思 就西班牙语 几乎没有人说这个英语 很少有人说英语 大量人一句英语不会说 你去法拉丁看看 谁说英语啊 没人说英语 招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客服 要求是会说广东话 福州话跟普通话啊 没有人会让你去说英语啊 也当然现在英语啊 多多少少也有要求啊 大量的华人区 你看那些华人的白领 很多的在美国很多年 一句英语不会讲啊 然后也在美国生活 所以说你随着这种独立的社区 越来越多 将来你说美国 它是会变成一个种族大融卢呢 还是会变成一个种族活药筒 你这个都不好说 所以我个人感觉啊 它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的话 将来真的可能会变成 它一个大麻烦 所以说我认为 美国的种族问题 至少目前看是无解的 当然白左 为什么他搞这一套 他是在尽可能的 弥合种族之间的这种 不平衡 尽量的弥合 种族之间的这种 就是大家互相看不起 大家互相觉得 对方有问题 但是他能不能弥合 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你比如说像白左 现在搞的这一套 你把拉丁裔跟黑人 无限的拔高 但是你也没把所有的 这个种族无限拔高 对不对 人家那还有一大堆 印尼安人 还有一千多万印尼安人 在那等着的 因为美国现在本土的 Native American 就是美国本土土属居民 现在根据民调 是差不多一千万左右 人家还在旁边猫着呢 那你还有亚裔呢 你还有白人呢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往后发展 你随着这个 这个拉丁裔和黑人的人口 越来越多 对不对 每年要招收多少 这个新的拉丁裔进来 当他们的这个比例 达到一定的 你看因为黑人 现在的总占 占比人数是在减少的 亚裔跟拉丁裔 是极快增长一个人口 尤其拉丁裔是最快的 你看再过几十年 等你真的 人家美洲本土人 这拉丁裔 比你这些所谓的 白人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觉得美国真正的当麻烦 他才来了 现在为止呢 目前为止 看只是有这个趋势 真正的麻烦还没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 美国种族问题吧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吧 会持续的发酵 究竟是到他最后变成了 他的一个 助力他飞升的一个东西 还是说 最终他会死到这上头 我觉得都不好说 我只只给大家讲讲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 直观的感受 我个人认为 目前来看 美国的种族问题无解 只能靠白左 就是他们搞这种种族平等 强行续命 其他的没有任何办法 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然后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 再跟大家聊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